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角度不只是这个角度不只是个人的角度更是集体或者是整个世代从我们一直到我们的家族这个过去这个试探怎么样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的家族里面 而现在在我们身上这一个问题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成为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另外一方面谈到将来 我也相信当我们倚靠主能够胜过试探 当我们倚靠主能够在我们的试炼中让我们能够在试炼里面喜乐忍耐 能够靠主胜过 我们就看见我们能够得着未来那个生命的冠冕 所以我想我们一起先来读圣经 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 还有雅各书一章二节到八节 另外就是十二节到十五节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在看雅各书第一章二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的试验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我的弟兄们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继续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恶意的人 在他一切手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忍受试探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之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 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 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 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成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 弟兄姊妹 在这里我们看到 刚刚所读的圣经 这个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 特别的就是 讲到前面是讲到试炼 后面是讲到试探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是在希腊文里面 试探跟试炼 是同一个字 但是我想今天 当我们谈到试探 试炼 试验的时候 我们需要求神 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 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 最先讲到试炼 后面讲到试探 但是中间讲到 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我们若有缺少智慧 我个人觉得 我们需要智慧 不只是好像 这个所罗门所求的 那一个智力的智慧 我们很需要智慧 就是面对试探的智慧 我们怎么样分辨 什么是试探 什么是试炼 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应 有智慧来回应 当试探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回应 胜过试探 当试炼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而我们能够回应 以至于我们能够胜过试探 而且能够胜过 在我们人生中间各样的试炼 所以在这里 雅各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求 我们若有缺少智慧 我觉得我缺少这样的智慧 面对试探跟试炼 这样的智慧 能够有智慧的能够来回应 所以好不好 我现在祷告一句 你们跟着我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来到你面前 我缺少智慧 求你赐下你的智慧 相信你会把智慧厚斥给我们众人 但是你会把智慧厚斥给我们众人 做现在在这里一起 在你面前祷告的众人 求你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 做我现在 我们现在凭着信心求 我们一点不疑惑 做相信你现在就要赐下这样的智慧 现在在线上的每一个人 做你赐下这样的智慧给我们 主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弟兄姊妹 现在真的是求主来恩待我 相信现在神已经要把这样的智慧 后世给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凭着信心求 我们一点不疑惑 让我们相信今天 在这个聚会 不但是在这个聚会 我们领受这样的信息 在下个礼拜 下下礼拜 我相信神要继续把这样的智慧 赏赐给我们 因为我们继续要在这样的信息的里面 非常重要宝贵的信息的里面 继续挖根深 以至于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生命中间 每一个人都能够胜过试探 阿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面对试炼 我们能够得胜 弟兄姊妹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 我们首先来看 是试探跟试炼是不一样的 试探是仇敌 试探者要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在试探的里面 我们不能胜过试探 我们进入试探 以至于在试探中间我们失败 但是试探是外面的 外面的环境 外面的苦难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见雅各对当时 当时犹太的信徒 对他们说 你们落在百般的思念中 要喜乐 要大喜乐 你们要忍耐 不但要忍耐 忍耐也当成功 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当时 犹太的信徒 他们遭遇到一方面 遭遇到里面 犹太人 其他犹太教的人的一个逼迫 另外一方面 受到在政治上面 因为在当时的里面 我们看见当教会 在那里开始 犹太人信主 后来外邦人信主 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看见 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认为犹太教是合法的 信耶稣是不合法的 所以我们看见 基督徒受到逼迫 特别犹太的基督徒 犹太人的基督徒 受到了逼迫 所以雅各对这些人说 你们落在百般的思念中 要以为大喜乐 不但要以为大喜乐 要忍耐 不但要忍耐 而且你们的忍耐 也当成功 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弟兄姊妹 我想我们 在我们人生中间 我们会落在试炼 百般的试炼中 我想对这一段时间的疫情 我们没有想到 怎么会 疫情这样的爆发 过去一年 好像我们看见 在世界各地 怎么会 现在在台湾 也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落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缺水 好像从来没有 我到现在八十岁 没有发生这一段时间 这样严重的缺水 甚至有一段 那个缺电 或者缺少 我们现在缺少疫苗 很多的这些 但是弟兄姊妹 雅各在这里说 我们面对我们人生 外在的试炼 我们需要什么 要以为大喜乐 我们看到 当保罗面对当时 他被关在监狱里面 我们知道 在菲律宾书里面 我们看见 保罗说 我在监狱里面 但是我靠主喜乐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喜乐的心是良药 靠着约瓦德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阿们 弟兄姊妹 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 不但要让我们喜乐 而且要忍耐 因为失恋 一个失恋 两个失恋 而且这里说 百般的失恋 各式各样的失恋 我们忍耐 我们患难 我们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我们盼望 不至于羞耻 而且感谢神 圣灵把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里面 弟兄姊妹 现在虽然在疫情中间 虽然在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问题 跟困难中间 求主帮助 现在就把喜乐 赐给我们 阿们 从耶和德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靠主喜乐 而且求主把忍耐 把忍耐 而且让我们的忍耐 能够成功 能够成全 完备 毫无缺欠 但是在这里 我想我们另外一方面 我们谈到 因为雅各 不但是讲到失恋 他接着 后面讲到求智慧 后来他就说 我们遇到的试探 到底试探跟试炼 好像本来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里 我们的祷告 这个耶稣基督教导 我们的祷告 不要叫我们 遇见试探 其实本来原文是 不要叫我们进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 弟兄姊妹 我们相信 是有一个试探者 这个魔鬼就是试探者 而我们 让我们不要进入试探 不要进入试探 弟兄姊妹 当我思想这个的时候 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 在这个时候提到说 最近我们在天上的父 前面 为什么我们花了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我们一起在主导文的里面 我们一起 一句一句 一个月 因为每一句 每一个祷告 那个祷告都是 非常的重要 而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 重要的 撒旦 都要试探 撒旦不会在那个 无关重要的上面 试探我们 撒旦会 我们在天上的父 撒旦试探我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的身份 撒旦要试探 当耶稣受洗起来的时候 我们看见 天上有生意 这是我的爱子 我守喜悦的 但是 当撒旦 我们看见圣灵 带领他到旷野 撒旦就试探他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若是神的儿子 弟兄姊妹 在这里当我们看见 是 我们不要进入试探 因为试探者 要试探我们 包括我们过去这半年 每一个祷告 我们听见了 我们知道了 但是 撒旦要试探我们 跟神的关系 当我们说 愿你的名 准你的名为圣 他要试探 试探神的名 是 神的名 但是 神的名 有这样的尊容吗 神的名是 唯一的名吗 弟兄姊妹 在这里当我们看见 撒旦的试探 常常叫我们妥协 叫我们打折扣 我们尊主的名为圣 我们不一定要 完全尊主的名为圣 神你的国降临 撒旦会试探说 神的国会降临吗 神的国在天上 我们在地上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神的旨意是这样的重要吗 神的道路是这样的重要吗 耶稣你从垫顶上面跳下去 不是比较容易吗 你把那个饼 那个石头变成饼 不是比较容易吗 我们在这里看 每一个 每一个祷告 都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每一个祷告 每一个主导人的祷告 我们看见试探子 都要试探 我们日用的饮食 赐给我们 我们不要以为 饮食的事情 好像是 不是很重要 我们看见 亚当夏娃 是在什么事情 是进入石探 就是吃了三个树的果子 以色的人进到什么石探 我们看见在那里 他们吃麻辣 他们吃麻辣 他们厌烦麻辣 他们想念埃及的那个肉 肉锅 想念那些的这个韭菜 我们看见 撒旦试探耶稣 也是在日用的饮食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 弟兄姊妹 每一个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过去 这一段时间 这半年 手听的这个主导文 我们现在常常用主导文 祷告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一些每一个 都是撒旦要试探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饶树吗 我们里面的苦毒 需要了 需要对付吗 大概就好了 没关系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过去手听的 我们在神面前说 神啊 我愿意来到你面前 让你的这个祷告 真的成就在我身上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不要叫我们进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弟兄姊妹 国度权柄荣耀 撒旦要试探 国度权柄荣耀 不一定全部是神的 可以一半是我们的 或者是大半是神的 但是有一点 我们 好像拿切斗一点荣耀 无所谓 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 所以在这里 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祷告 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里面 求主施恩 让我们不要进入试探 那我想我们很快也提一下 试探是什么 试探就是一种交易 仇敌试探者 常常把一个小的东西 填头给我们 但是我们看见试探 当我们胜过 在四链上面能够得胜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当我们能够胜过试探的时候 我们就得着生命的冠冕 但是弟兄姊妹 试探 撒旦试探我们 让我们吃一点甜头 但是他要我们的命 要我们的命 弟兄姊妹 我想我们知道 在整个试探里面 钓鱼 在钓鱼里面 我们看钓鱼 那个钓鱼的人 假如是代表试探者 那个鱼代表我们 我们看就是一种鱼 一个鱼儿 他用鱼儿来试探我们 我们吃了 我们就被钓上去了 我们的整个命面没了 我想我们也知道 那种听过 就是他们抓猴子的 那些人是怎么抓猴子呢 就是在一个 摁的里面 那上面是很小 下面里面放花生米 当那个猴子 把手伸进去 然后抓一把花生米的时候 他想拿出来 拿不出来 因为口很小 但是抓猴子来 他不肯放 当他不肯放的时候 他就被抓去了 他的命就没了 我们也听说 那个北极 北极 北极熊 他们怎么样能够抓 那个北极熊 就是用一把剑 插在那个雪地上面 然后那个剑 是沾了很多的命 然后沾在那个密结冰 那个北极熊来 哦 甜 很甜 就一直 一直甜 一直甜 甜到刀 很利的刀的时候 继续在甜 已经在流血 他不知道 一直到流血 死在那里 他的命没了 弟兄姊妹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撒旦的试探 试探者 就是把一点点的甜头 骗我们 以至于让我们 进入那个试探 所以弟兄姊妹 求主恩待 让我们能够靠主 能够有智慧 分辨 我们不要因为 那一点的鱼儿 那个儿 我们不要因为 那个花生 我们不要因为 那个蜜糖 以至于我们 进入那个 不对的教育 不对的契约的里面 以至于 我们失去我们的生命 但是我们感谢主 当我们能够分辨 能够胜过试探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得到 生命的冠冕 弟兄姊妹 我想在这里 也要再提一下 就是说 我们看见 是神不会试探我们 神容许试探 临到我们身上 神也让试炼 在我们生命中间 但是当我们 能够在神面前 让我们能够分辨 以至于我们能够胜过 但是在这里 我们看到 雅各提醒我们说 我们不要试探神 摩西在他 在整个旧约的里面 四次告诉我们 不要试探我们的神 耶稣对撒旦说 不要试探主 你的神 弟兄姊妹 什么是试探神 有些时候我们都说 神啊 假如 这个水 下雨 能够下 那我们就 奉献多少 或者我们试探神 神啊 假如你为我预备 为我预备 我的工作 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我就怎么样来 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试探神 以至于我们在试探 我们看见 在试探这个功课上面 有时候我们是被试探 有时候我们是试探人 我们有时候试探人 弟兄姊妹 让我们从这个里面出来 以至于我们能够 在试探中 在试探中 都能够靠主得胜 弟兄姊妹 我想在这里特别 要谈到 为什么我谈到试探 试炼 试验的过去 跟现在 跟将来 这里读导文说 不要叫我们 遇见试探 我们看见 基本上 主导文 不是个人的祷告 是集体的祷告 而这个集体的祷告 欢迎就说 我们看见试探 在试探中间 我们发现 我们在我们试探的里面 不是 我们的问题 不只是 我们不要 进入试探 弟兄姊妹 有很多的时候 是 我们 主啊 我的问题 不是不要叫 进入试探 我的问题 是我现在 已经进入试探 我不但在 进入试探 而且我被 试探所剩 而且我在 试探中间 我在那里 挣扎 我出不来 而弟兄姊妹 而这个试探 在你的身上 你在那里 喊说 立志为善 有得我 行出来 有不得我 主啊 为什么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罪 是容易残累 我的罪 很容易把我残住 我没有办法胜过 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 那个试探 有很多的时候 不只是我们 个人的事 而是我们的过去 或者甚至我们的父母 甚至我们的主父母 是历代在我们身上 那个时候带来的 一种影响 在我们生命的 很深的里面 一种影响 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 我们从身体来说 很多人糖尿病 其实不只是 他个人的问题 是他有这样的遗传 他的父母 像周师母 他父母有糖尿病 他的姐姐有糖尿病 所以他开始 很注意这一方面 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 在我们生命中间 在我们 我像现在提到的就是 不但是罪 试探所带来的罪 而是另外就是罪孽 罪跟罪孽不一样 罪主要是我们个人 罪孽 是我们从 我们的祖先 所过去 这样的一个里面 所带来的罪孽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不但是要对付 赦免我们的罪 而且要赦免我们的罪孽 包含我们 累带在我们生命中间 我们看见 当我们在这里 求主来恩待 我们看到 在这里面对试探 很多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在那里挣扎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胜过 因为我们看见 这样的一个试探 我们不是不要遇见试探 不要 我们不是不要进入试探 而是我们已经在试探的里面 甚至在试探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自拔 没有办法爬出来 但是我们感谢主 耶稣基督的救恩 不但让我们能够胜过罪 使我们罪得到赦免 而且让我们的罪孽 也是对付我们的罪孽 以至于在我们能够 胜过这样的一个 整个试探 累带的试探 所带来的这种罪孽 以至于我们能够看见神 在我们身上 我们能够靠主 能够得胜 我们很快提几个例子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他犯了说谎的罪 他说 他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 而我们看见 后来以撒也是这样 说谎 同样的罪 同样的试探 而我们看见雅各 他另外的谎言的试探 他欺骗长子 长子的名分 长子的福分 我们看见 后来雅各 他十个儿子 把弟弟卖到埃及的时候 回来欺骗他的父亲 我们看见 这个欺骗 那个谎言 是 的罪 不但是罪 而且是一种罪孽 我们面对 我们不只是 当我们讲到试探 讲到罪的时候 我们看到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不但是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面 也是 很多的经文 让我们看见 他要赦免 我们的罪孽 包含过去 累贷 这样的下来的 这种罪孽 在我们身上 我们必须要依靠主 必须要清楚 求主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 让我们知道 他的恩招 有何等的指望 让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得胜 是何等完全的得胜 我们才能够面对 不只是我们个人的试探 而且是那些 累贷的 在我们身上 那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弟兄姊妹 我想像礼拜 我们听到训政牧师 他讲到 他以前面对色情网络 这样的一个试探 弟兄姊妹 我是他的父亲 这样的试探 不只是在他身上 这样的一个捆绑 不只是在 也在我身上 我在看我父亲那一代 我们的家族那一代 是不是好像在我的身上 我们也看见 有这样的一个试探 有这样的一种软弱 在我们的里面 我的外祖父 他就是一个 客家第一个传道人 但是他比较容易生气 那一种 那种也在 在我妈妈身上 也在我们身上 很多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 好像很容易 有一种反应 那种反应 讲出来的话 是一种气话 弟兄姊妹 我相信今天 当我们祷告说 神要求你 不要叫我们 进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我相信今天 神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进入 不只是我们 个人的试探 不要进入 而且让我们 能够从过去 所有这些试探 跟捆绑里面 让我们能够 靠主得胜 阿们 弟兄姊妹 求主恩待 我相信 在过去一段时间 很多谈到 这个天上法庭 我想在这里 我们就是 一个属灵的法庭 我们的神 是公义的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 祂是我们的 辩护的律师 祂是中保 我们在那里 我们看见 有控告者 试探者 控告者在那里 求主来施恩 让我们来到 神的面前 我们的神 我们是公义的神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所依靠的 我们能够胜过试探 我们能够从试探里面出来 我们能够从 累带的这些试探 跟软弱出来 是因了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因了耶稣的十字架 祂成为我们的宠宝 所以求主来恩待 当我们祷告说 求祢不要叫我们 进入死探的时候 假如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血脉里面 我们这里谈到的血脉 就好像是 那一种血脉 是什么血脉呢 那种血脉 就是一种罪孽的血脉 谎原的血脉 一种在我们生命中间 一种 哪一种 有一些的捆绑 有一种瘾 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见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现在陷入一种试探 那种试探甚 或者甚至一种 就是网络 网络游戏的成名 因为这个 我们看见谈到说 他们没有办法胜过 离不开他们的手机 然后在家里面 出不了他们的房门 然后出不了家门 然后进不了校门 弟兄姊妹 我相信这个 不只是他们个人身上 我相信这一种血脉的里面 这一种的罪孽 这一种捆绑 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到现在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捆绑跟软弱中间 所以弟兄姊妹 我相信今天我们初步的 再来到神面前 来到神的宝座面前 祂是公义的神 是慈爱的神 而我们感谢主 耶稣基督在这里 祂站在这里 要成为我们的宗宝 我们必须要说 主我来到的面前 我不但承认我过去所犯的罪 求祢赦免我的罪 主啊 在我的血脉里面 那个罪孽 以至于在我生命中间 很多的时候 受到的捆绑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脱离 那容易残忍我的罪 我在这些的软弱 这一方面的软弱 那一方面的软弱 甚至在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软弱 主啊 耶稣基督求祢来 让我们能够靠主 能够胜过 弟兄姊妹 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一个完全的救恩 我相信耶稣的救恩 能够真的叫我们 不但是个人 让我们的集体 让我们的家族 能够从罪 从罪孽里面出来 以至于我们能够靠主 能够得胜 以至于我们看见 主要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依靠 让我们 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 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弟兄姊妹 我们在基督里面 不只是在基督耶稣的宝血里面 我们在基督里面 是在耶稣基督的死 我们与他一同钉 一同死 一同埋葬 一同复活 不只是这样 我们的家族 我们过去 整个家族 累带的 在我们的血脉中间的 那个罪孽 所带来的 在我们生命的 一种捆绑 那种影响 我们以基督 同定此之家 现在活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们里面活着 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 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我们的宗宝 祂爱我 为我舍己 弟兄姊妹 求主来施恩 我相信 神要把生命的冠冕 赐给我们 撒探者 要把生命 把我们的命 夺去 但是 我们在试炼中 我们以为大喜乐 我们在试炼中 我们能够忍耐 而且我们忍耐 能够成功 能够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让我们面对试探 让我们能够靠主 能够胜过这些试探 让我们靠主 能够胜过 那个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我相信 有一天 我们看见 我们都变成新的 我们相信 有一天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看见 一切都更新了 因为 我们的救赎主活着 因为我们的救赎主 耶稣基督 祂已经为我们的罪 为我们的罪孽 死在十字架上面 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 耶稣基督的宝血 当我们认罪的时候 耶稣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 祂要赦免我们 一切的罪孽 过去一代一代一代 在我们生命中间 不管这一些 所带来的影响 在我们的身体上面 这些影响 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面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 让我们可以靠主 以至于我们能够 把国度荣耀权柄 全部都归给神 我们看见神在你身上 在我身上 在我们的生命上面 在我们过去 所受的 累带的这些影响上面 我们可以靠主得胜 当我们这样的得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帮助 我们的下一代 面对罪孽的时候 不会因为我们 以至于这样的一个罪孽 这样的一个累带的 这种试探 产生的罪的影响 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更容易能够胜过 他们现在所面对的 弟兄姊妹 求主来继续保守 带领我们 我相信 神带领我们 在这一个月里面 我们一起这个祷告 求你不要叫我们 进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 弟兄姊妹 我相信今天 现在 当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 当我们愿意真的敞开 我们自己 承认我们的罪 也承认 那个罪孽 在我们生命 到现在的一些影响 跟捆绑 主今天不但要赦免我们 主今天要释放我们 要让我们可以靠主 可以得胜 而且不但得胜 让我们可以得胜有余 让我们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疑惑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求主来恩待 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 我们先有一点时间安静 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 让圣灵来光照我们 撒旦要控告我们 要定我们的罪 圣灵要光照我们 让我们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 不单为罪 也为罪孽 为义 是为公义 神是公义的神 为审判 我们自己责备自己 但是我们不只是 自己责备自己 我们是来到 十字架面前 我们定睛仰望 十字架的主 我们好像在法庭的里面 我们看到那个控告者 好像在撒加利亚书里面 谈到约束亚大祭司 在撒旦面前 他穿的是污秽的衣服 撒旦控告 但是感谢主 我们的主 却给我们穿上 脱下污秽的衣服 脱下罪孽的衣服 让我们穿上公义的衣服 今天 我们的神 我们来到公义的神面前 这位公义的神 在审判中间 因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完成的救赎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说成了 那个成了不但是救赎的工作 赦罪的工作成了 包含 救赎我们 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孽 他要把那个罪 罪案撤销 是因着耶稣的宝血 他要把那个罪孽 好像一张一张的罪孽 头敌空高的罪孽 一张一张的撕掉 弟兄姊妹 我现在希望你 你一只手 按着你的脉搏 另外一只手的脉搏 我们今天不只是 对付我们的罪 也对付我们血脉里面 在我们血脉里面 不管是一代 两代 三代 甚至累代的 那个罪孽 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捆绑 所带来的 在试探中间 我们的软弱 在试探中间 我们的捆绑 我们要来到宝座面前 来到施恩宝座面前 让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祷告一句 你跟着我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来到你面前 我来到你面前 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承认我的罪 我承认我的罪 我承认我的罪孽 我承认我的罪孽 主在我生命中间 主在我生命中间 在我的身心灵的里面 在我的身心灵的里面 若是有累代的一些 试探所带来的捆绑 若是有一些累代的试探 所带来的捆绑 甚至在我身体的里面 甚至在我的身体的里面 绝书让我来到你面前 主啊 我有累代血压的问题 我有累代血糖的问题 我有累代血糖的问题 我有累代失眠的问题 我有累代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我有累代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主 我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 主我们来到你的十字架面 求你耶稣的保险 求你耶稣的保险 现在 现在 涂抹 涂抹 赦免 赦消 赦消 主我们也来到你面前仰望你 主我们也来到你面前仰望你 在我生命中 在我生命中间 若是常常有眼目的情欲的捆绑 若是常常有眼目情欲的捆绑 有邪情私欲的捆绑 有邪情私欲的捆绑 而且这个捆绑是累代的 主我现在 来到你面前不但承认我的罪 来到你面前不但承认我的罪 我也承认我列祖的罪 我也承认我列祖的罪 现在 现在 你赦免 你赦免 现在 现在 你把这一切的罪孽完全的撤销 你把这一切的罪孽完全的撤销 从我生命中间完全的撤去 从我们生命当中完全的撤去 主啊 若是我在财务上面 主啊 若是我在财务上面 常常有受试探 常常有受试探 主啊 甚至我也知道 这个试探是累代的 甚至我也知道这个试探是累代的 主啊 现在也求你 主啊 现在也求你 赦免 赦免 撤销 撤销 主来到你面前我仰望你 我相信我们中间 可能有少数的人 有一些酒饮 有烟饮 甚至有少数人有毒饮 有一些人 有色情的饮 网路的饮 主啊 求你现在 进到我们的里面 而可能这样的影 从我们父母 主父母 主耶稣求你把这个血脉 在我生命中间的血脉 现在完全洁净 耶稣你的宝血 现在进入我的血脉 完全的绝境 主耶稣我宣告 你在我生命中间的得胜 你在我们的家族中间的得胜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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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来到你面前感谢你 谢谢你 赐下你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分辨 试炼跟试探 主 我们也谢谢你 我们今天 当我们能够分辨的时候 主要求你让我们能够在试炼中 让我们以为大喜乐 如果说我们中间我们有一些人 你还在试炼的里面 求主把喜乐 大喜乐赐给你 求主也把忍耐 把老恋 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 主 我们更感谢你 你不试探我们 你也叫我们不要试探你 但是主 我们现在来到你面前 主 我们仰望你 主 虽然 你告诉我们在十一的奉献上面 可以试试你 但是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不是存着试探的心 我们是存着感恩的心 主 特别在这样的疫情中间 主 求你让我们在十一的奉献上面 不要进入试探 我们也不试探你 但是我们更不让仇敌 撒旦的试探进到我们的里面 以至于在十一的奉献上面 我们有打折扣 主 来到你面前 感谢你 我相信今天你在我生命中间 在我的血脉里面 你做超过我首强的工作 主 主 仰望你 求你来继续做 在我们下个礼拜 下下礼拜 在这样的真理跟信息中间 主 你要做更深更深的工作 主 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 我们赞美你 主 我们宣告你的得胜 我们宣告在疫情中间 当我们更多的在家里 但是主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就是在家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充满你的同在 让我们就在家里 求你不要叫我们进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 求你让我们在家里面 求你让我们在家里面 更深的经历 那个试探者 怎么样离开耶稣 因为耶稣胜过试探 所以试探者离开他 主 我求你让我们靠你得胜 让试探从我们家里面离开 从我们的教会离开 主 我们赞美你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藏以我们众人 以我们全家 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Halé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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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